受到毒淀粉风波的影响 龙口粉丝 参加台中世贸素食养生展 摆出免费的冬粉粉丝 让民众免费吃盗宝 试图挽回消费者的信心 我们立刻把时间连线记者 叶盈盈告诉大家 盈盈请说 那么在这一次的问题淀粉当中 其中这个龙口食品的 素肉造口味新竹米粉是中招 那么其实最近这一天 他们是在参加素食养生展 除了在摊位上大动作来沉浸之外 也给入场的民众人所 一包龙口的冬粉 并且来澄清 还有提供相关的检验证品 来证明说他们的产品 是没有问题的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因为针对这一次 我们只是针对冲泡式的米粉 出了问题 其他的商品我们都有配合 也有符合食品法规 在做各项的检验 那么业者也坦言 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们业绩已经下滑了三成 不过也最近也很多的民众 来到他们的摊位上面来询问 不过他们也跟民众说 其实被检验出有问题的 是冲泡式米粉 而且还是最近才研发的是 委托一间业者来制作 没想到是难使用到问题的电本 不过知道讯息之后 这些产品有问题的米粉 都已经立刻下架回收 而且还全面停产 那么他们也希望消费者 不要再使用了 那么如果手上有问题的米粉的话 你可以直接跟公司来联络退货 不过他们现在产品上面 摊位上面其实都可以看到 这些相关的证明 检验说 已经没有 这些产品都没有顺丁锡 而虽然保证 这些产品都是安全的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时间镜头交还给朋友们 不过